歡迎收看《京方訊息》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 聰傭彥, 鍾融藝 近日我們收到很多熱心市民的來信 為我們經常的小撮人抹黑… 而感到傷心難過 現在我就要拔出一連串的證據 證明這些指控是毫無根據的 而這些證據就在你睡得最軟的時侯 即是清晨五點到七點 在四野無人的香港地方裡發生的 2019年6月15號 44歲女子池樂村墮樓, 判斷為姆可兒 6月30號, 58歲女子鴨鼻舟墮樓 判斷為姆可兒 7月3號, 28歲女子青山道墮樓 判斷為姆可兒 7月4號, 70歲老虎沙田和邪村墮樓 判斷為姆可兒 7月16號, 66歲女子華桂村墮樓 判斷為姆可兒 同日7月16號, 32歲男子景城縣墮樓 判斷為姆可兒, 都是同一日 7月16號, 46歲男子李靖屋村墮樓 判斷為姆可兒 8月6號, 71歲男子富安花園墮樓 判斷為姆可兒 8月9號, 14歲女子游麗村墮樓 判斷為姆可兒 8月21號, 44歲男子深水波後巷上吊 判斷為姆可兒 10月24號, 72歲男子大屋口墮樓 判斷為姆可兒 2020年 1月30號, 50多歲男子小西灣 餘暮判斷為姆可兒 姆可兒 上山下山, 數千宗姆可兒 接報道場, 走過去不早調查一下 再走上車, 你以為真的不用半小時嗎 你以為我們一間車比半小時多嗎 法定工作時間是8小時45分鐘 當中是包括什麼 上公司換衣服3分鐘 耕塵分線15分鐘 坐車, 拿了裝備去Bit Area, 10分鐘 上半間小息15分鐘 接著坐車回公司吃飯又是5分鐘 吃飯時間多久呢?60分鐘 吃完飯坐車去Bit Area又是5分鐘 下半間小息15分鐘 坐車回公司下班的時候5分鐘 交大手尾給下一間10分鐘 下班前分市又是15分鐘 然後交銀裝備5分鐘 收工換衣服3分鐘 賣帳子 實際服務你們的時間是… 對, 那個鐘, 即是我們每人每間 最多可以判斷12個人的死因 是無可疑的, 可望的 還有, 誰說我們發現屍體之後 是不會搜證的, 是不是嗎? 近一點 深井有近三十隻動物墮樓 造成15死 那天是二與十四情人節 我通頂, 去搜證 我不是叫你撂開手機 看那宗新聞寫什麼 我叫你走過來看看那些皺紋 我通完頂也有皺紋 你們一人買筷子, 刷紋給我 我們這麼辛苦 你們還不給我們手指 The best of an issue 開心了 我們下集再見, 再見